中文大学校长沈祖堯上周五公开要求中大学生会尽快移除校内有关港独的标语及海报 否则校方会主动移除 亲建制团体,外护香港力量,共十多人于昨日下午 首词,这女就是中国标语到中大民主场前示威 有人曾,突杂,成功把该标语贴在民主场 其后再将贴时租到多名中大保安阻止 场面一度混乱,保安报警求助,多名警员到场了解 中大校园内的港独横页及海报仍未移除 包括位于文化广场的香港独立横页 作五一时许,有三人突然走到中大民主场前 施酒多张印有,拒绝沉沦,唯有独立的单张 在场留守的中大学生会代表未能赶及阻止 及至下午二时半左右 外港力十多名成员首词,这女就是中国标语到中大民主场前示威 有人一度于民主场成功贴上该标语 多名保安期后到民主场前戒备 下午四时许,再有外港力成员试图把 这女就是中国标语贴上民主场 随即被在场保安阻止 双方一度推撞,有外港力成员及保安倒地 情况混乱,保安报警求助 事隔一小时后,有示威者移走到民主场附近的文化广场 试图拆除香港独立横页的承索 遭到在场保安阻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